戴起首饰新风潮的他 引领团体打开知名度的队长 这集你不知道的明星故事 要跟大家介绍的就是 可爱狗狗像的偶像 安 于 真 2003年9月1日出生 小学时他曾获得跳神大赛第一名的成绩 在跳神社团以社员的身份五岳 是个喜欢运动的健康孩子 现在他也可以连续跳50个二重跳 国中时他参加了田径队 还曾在大队接力中获得优胜 运动神经很好之外 他也非常热爱运动 胜负欲也很强 不过国小时他的梦想是成为空服员 国中时他和朋友们一起到 首尔年末颁奖典礼 看歌手们的表演 看到偶像能在舞台上放射光芒 他也对此产生崇拜 并开始梦想要成为偶像 之后他和父母表明 自己想要当偶像的想法 原本以为会遭到反对 但没想到他们不仅没有反对 反而爽快地认同了他的想法 之后他就上网查询成为偶像的方法 并亲自投递了参加征选的申请票 并附上了自己的照片和清唱的录音档 之后他便收到第一关合格的通知 之后他便和妈妈一起上首尔参加第二关面试 并成功成为Starship娱乐的练习生 小小国中年纪的他 开始以偶像练习生身份活动 进入公司不到一个月 他就出演了薄仙和招佑合作的夏宇乐 以及柳顺佑和惨多的欧巴的MV 也拍摄了隐形眼镜的广告 练习生时期就展开了多样的演艺活动 练习一年四个月后 2018年8月便参加M内的选秀时进节目 Produce 48 最后也以第五名之姿 成为限定团体 Ice One的成员出道 2018年10月29日在韩国 2019年2月6日在日本正式出道 并持续发行了多首歌曲 在两地展开了活跃的演艺活动 也获得了许多的人气 并站上大式偶像团体的位置 他和张元英虽然是团内的老妖 但也获得了非常高的人气 不过因为是限定团体 因此在2021年4月 结束了Ice One的活动 2019年10月 为了要集中精力在Ice One的活动上 他选择了自行休学 并认真准备考试 2020年9月也靠着自己的努力 在高考上合格 虽然获得了参加大考的资格 但因为日程忙碌的关系 所以他没有参加到考试 2021年11月虽然也可以应试 但又因为新团Ice的出道日程 没有办法参加考试 不过他表示 自己并没有放弃上大学 之后有机会还是会继续升学 结束Ice One的活动后 退回了练习生的身份 准备再次出发 2021年12月 他透过6人女子团体 Ice再次出道 并在其中担任队长兼领唱和主舞 在多方面都展现了领导能力 Ice是2020年代 最高人气的偶像团体之一 并被评为是四代女团的代表之一 也被称作是近年最强女团之一 出道曲Eleven 就在音乐节目中获得了13冠王 YouTube的点击数也快速突破一次大关 获得了非常亮眼的成绩 第二张单曲朱大哥 Love Dive 首周就卖出了超过30万张 在姻缘榜上也冲上了上位圈 并成为Melon6月榜单的冠军 YouTube影片也在71天 就突破了1亿观看次数 在各方面都获得了非常高的人气 他不管是声量 音语 发声等等都非常有水准 拥有干净又漂亮的声音 他不仅音语很广 因为基本功很扎实 所以稳定度也很高 结尾也处理得非常干净利落 虽然年纪还小 但在现场演唱时也非常稳定 而他是团内唯一参加过 综艺蒙面歌王的成员 虽然Eve没有公布官方的担当 不过他经常被认为是主唱和主舞 在年末舞台上也担任了各种高难度的主舞 比起艾茨万时期 他动作的准确性和力量的掌握都更上一层楼 而跳舞线条也很干净利落 还带点优雅 除此之外还搭上了熟练的表情演技 让整个表演更加完美 他也很会翻跳 不仅是公司前辈 就连其他男女团的舞他都非常熟练 说到后他的主持才能似乎就被发掘 在艾茨万中就常常是负责拿麦克风的人 在公开的活动和访谈中也经常都是他在发言 之后还担任了综艺IDOL ROOM的特别MC 也在我的小电视中担任固DMC 2021年3月还正式成为人气歌谣的主持人 他的主持功力还不错 而平常把读书当作兴趣的他 使用的词汇也都具有一定的水准 2022年6月他出演了 罗英席PD的新综艺 《乔乔地球娱乐室》 罗英席PD会选他加入 是因为之前看我的小电视和傻瓜们的监狱生活 他展现了聪明的形象 就像罗PD其他节目中 李生姬或安宰鞋那样形象 才会选他加入 但正式开拍之后 才发现过去被封印的真面目 根本和想象的完全不同 又展现了其他的魅力给大众 成员们都说他是微微的很疯狂 也成功了打造新人设 在偶像界展现出 帅气魅力吸引年轻族群粉丝的他 透过罗PD的节目散发不同的魅力 也成功在不同年龄层打开知名度 未来也期待他可以在各方面更加活跃 以上就是这集你不知道的明星故事 介绍给大家的 结尾妖精 安宇珍 喜欢我们的影片 不要忘记按赞订阅加分享 并开启小铃铛 那我们下次再见 安妞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